受伤叔叔的后续来咯 你们还记得前几天受伤的那只叔叔吗 他现在已经走掉了 救上来以后我在他受伤的部位擦了点符 宠物医生说让我这样子先救治一下 很多宝宝们问我为什么不送进宠物医院 我打电话咨询了很多的宠物医院 他们根本不会收仓鼠 第一次擦好药以后 我把它放在笼子里了 感觉还是有活下去的希望的 然后每隔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我继续的去给他擦药 不停的把他身上的脏东西擦掉 这已经是第二天了 我觉得已经有活下去的希望了 于是我在大半夜的时候也守着他 继续给他擦药 终于在宰宰受伤的第三天的时候 他可以独自吃辅食了 我都以为我要成功了 把他救回来了 但是在第三天的下午五点多的时候 我去给他喂辅食的时候 他还是走了 我最终还是没能把他救下来 所以说所有做家长的 真的要把自己的宰宰看好了 希望悲剧不要再上演了